引擎聲動力十足 酷炫外型 街道上誰與真崩 千萬超跑是許多男人的夢想 高不可判的價格 不是人人都能負擔 但別小看了台灣頂級豪客的 購買實力 根據統計 2010年超跑掛牌數還不到千台 但到了去年 就逼近5000輛 暴增5倍 那如果說你以這種上千萬的 高階車款來看的話 它現在的這個四占率 一年至少都有大概將近700台 目前市面上仍以歐系車為主流 但東營超跑也不甘示弱 試圖搶占一席之地 產品研發的這個科技的能量 其實是不輸歐系品牌 它跟幾個歐系品牌的 這個頂尖超跑 就是所謂終極超跑 Hypercar一樣 是採用這個Hybrid配置 不管在性能跟操控上 其實現在都有追上來的趨勢 重量級新車備出 台灣超跑市場 進入白熱化階段 有人追夢 有人買來是犒賞自己 專業賽車手 對有意下單的買家 就提出選購建議 操控性能還有抓地性能 那些東西都是後天 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那車子本身的結構體 耐用度 還有它耗損材料費用 這是大家應該要注意的 台灣雖然小 但重視科技價值 是個成熟的超跑市場 讓世界知名品牌 紛紛前來投石問路 向金字塔頂端的買家招手 記者胡志欣史長和新北市報導